為了在旧市区的中政路頂民 第一件由我們台灣人自己創立的 進口工匯店 五學雄店 是已經有九十五檔的歷史 經過市府還有出租他們做會 來經出文化部 所有老建築不准再生各位的經費補助 他們就利用四檔的時間來收學完成 今天未天也全都來開箱 希望說未來可以有更多 我們這個營造統的歷史 繼續可以再生起來 建築的裏面有専用理所的東西來珍惜 又包含本土的網索 這種建築目的副學習的方向 因人們注目 這是1920年 台南第一件由台灣人所建立的 進口融會店 五學雄店 出租向文化部進出經費補助 目前已經收好完工 這點委託特別這都是早 近年進入台南400的台南市來講 也是很少見的有這麼漂亮的 這個洋房洋樓的建築的立面 那我希望說正好周邊正好是我們 文化的蛋黃區不管是林百貨 不管是美術館市區裡面的建築物跟景點 都是值得我們去再去一再流連忘返 而五福商店就是其中連成一線的最好的一個例子 這項五學商店可以說是公司部門合作 修後立書的重要項目 為了保留完本的模樣 修後團隊用四檔時間 為立書調查設計做起 一步一步將留住活化 用現百檔建築的方法 這個九十五年前籌辦五福商店這樣的一個建築物 來留下來 所以是非常難得很刻意 也謝謝家族為台南留下一個很棒的一個歷史 我跟他最關心的商店 什麼時候可以對我公開 文化教表示 目前還在找人進出 但一種建築的王爺 跟處處所有留來無憑 行殺菜的電視 最近中進路跟山路口 往最深的處處 也來順問各位補助 文化教希望立後 可以有進到這 他們做統計的歷史解除中心 讓店連行刷 行速台南的模型風華 接下來收音給眾生苦彩方報道